翻车事故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十一个人受伤 回到两年前 阿罗号客人也曾经在国道一号钢山路段 因为驾驶分心找东西 结果酿成了六个人死亡 十一个人轻重伤的重大意外 在短短两年之内 发生了两起重大的伤亡事故 交通部公路总局进行全面安检 劳动部还有高雄市劳动局 劳工局也是介入调查 发现这名肇事的郭信司机 超时驾驶 他在过去曾经有超时工作 12小时的记录等等 总共是违反了三项劳机法 而阿罗号客人也沉重的 向死伤者还有家属道歉 承诺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那么现在这名肇事的郭信驾驶 也被裁定20万元交保 要向所有的人死亡 对不起 讲到机动处 阿罗号客运董事长陈瑞玲 直接90度弯腰鞠躬 向死伤者和家属道歉 我惭愧到 无地自容 我的噩梦 还没有回去 新的又来 陈瑞玲不时哽咽 嘴角还不断颤抖 翻车意外 让他无地自容 惭愧痛心 强调会负极全责 阿罗号客运10号晚间发生翻车事故 三死十一人轻重伤 回到2017年阿罗号就曾在国一岗山路段 因为驾驶分心找东西 酿成六死十一伤惨剧 两年内发生两次重大事故 交流部公路总局进行全面安检 要查肇事车跟驾驶 有没有违规 在营业车的部分 他并没有违规 那之前曾经有小车 就是个人车的部分 有一些亲吻的违规 那个都已经结清 翻车的阿罗号事故车 2011年6月出厂上回例行性检查 在东午节前一切正常 下次定检在7月18 没有重大违规记录 开车的是他33岁郭姓驾驶 调阅记录发现驾驶6月9号 开了4小时16分 接着10号中午12点上班 开到晚上6点 中间休息一个小时 之后再从晚上7点开到9点50分 发生事故 统计下来开车时间累计9小时 总工时10小时 两项都合乎标准 事前它并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那时候也许天后或塞车 会有超过一点点 那这个当然是跟这个车祸 在之前发送是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 不过公路总局统计 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 阿罗号客运一共被开罚15次 主要是驾驶超时或休息时间不足 而高雄市政府劳工局也查出 肇事的国姓驾驶曾经连续上班6天 休息了9小时又上班 甚至连续上班超过12小时 违反三条牢记法 调查是属实的话 每一项的条文都可以分别 采取最高100万元的罚还 郭新驾驶涉嫌过失 致死罪嫌被警方移送递检证办 检方认为没有积压必要 也裁定20万元交报 记者送不到 人数人都可以分辨封 人数人都可以分辨封